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再次溫解合成代謝和分解代謝 在這個情況下,為什麼很多同學都掌握得不太好呢? 首先,當你溫習的時候,請你多多留意,究竟那個化學作用是代謝 而第二,合成代謝和分解代謝的最簡單的分法是由細變大,或者由大變細 我們再次溫習看看 首先,如果你是綠碳化物,例如葡萄糖,轉做丙酮酸鹽的3C 其實這個過程是在呼吸作用裏面發生的 在呼吸作用裏面發生的,所以這個應該是分解代謝 因為由6C轉為3C,由大變細,所以應該是分解代謝 第二,就是蛋白質轉化為氨基酸,或者消化為氨基酸 應該是消化的概念 所以由大變細,由大變細,所以應該是分解代謝 第三,雖然氨基酸是蛋白質最基本的單位 但問題是,其實氨基酸,如果你看到化學式裏面 其實氨基酸的氨基酸都多於兩顆 而氨基酸的氨基酸的結構是怎樣呢? 其實只有1C,所以其實是分解代謝 也在消化那裡也讀過了 過多氨基酸的話,就會在肝臟中進行脫胺作用 然後產生這個尿素,所以這是分解代謝 最後,就是葡萄糖,是6C 有很多粒葡萄糖,過多的葡萄糖 就會在肝臟中轉化為糖原儲存 所以這個是合成代謝 如果你要回答這些題目的話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當你有溫習的時候,請你提醒自己 再想多些事情,究竟這個作用是合成代謝 還是分解代謝 又或者第二件事,其實有時候 你們都要去掌握一些化學的知識 所以如果你是讀生物,沒有讀化學的話 都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化學的知識 希望這段影片能夠幫到大家 去理解相關的概念 希望幫到大家,拜拜